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好 很开心有机会来分享 其实因为软冬就道 其实真的是一场很棒的步骤 它生态非常的丰富 那里面的物种其实非常多 那今天可能想先请问一下 有去过软冬就道的举一下手 大概只有不到一半的同学 那没关系 因为之后会去 其实之后的工作假期的时候我也会去 那我觉得说很多东西可能要现场 去让大家了解会更好 其实有时候照片虽然说可以代表一些东西 但是有时候看到现场实物会比较有感觉 那今天要分享的就是说 就道上了自然生态 那我们都知道说 基隆是一个下以下的多不多 多嘛 一年有365天至少有三分之二 那去年还有一个基隆的新闻是说 有一个礼拜基隆的阳光只有几分钟 明均几分钟 几秒钟而已 不知道分钟很可怜 那一个真的是 那下以下他大概都受不了 那我们人都受不了 那你觉得植物 动物受得了吗 他有没有 没有 有些植物很喜欢 有些植物很喜欢 那有些动物可能就比较难受 所以不一样 那我想先再请教一下 就是有去过的 你们植物那边的植物 是里面有什么 比较觉得有特色的 有印象吗 对 植类很多 那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印象 植类是喜欢潮湿的 对不对 好 那还有吗 还有其他的吗 有没有 好 没有 没有关系 好 我们先从植类来讲 我们的印象都说 植类喜欢水 对不对 那淡南古道大家知道 这也是淡南古道的一部分 那淡南古道的入口意象是什么 双散植 好 双散植 那双散植喜不喜欢水 喜欢 可是它有一定要很 你在森林里面 你看得到双散植吗 想一下 看不到 森林里面看不到双散植 反而是在路边 就是在开阔的林园处 才可以看到双散植 那我们说一个地方 一个我们植物喜欢水 植类都是喜欢水的 基本上是喜欢水 可是喜欢水的程度是有分的 可以了解吗 笔桶树比较喜欢水 还是卷博比较喜欢水 卷博 好 有两种 就是笔桶树跟台湾梭罗 哪一种会觉得比较喜欢水 就是数觉 高大的数觉 不知道你们知道笔桶树 那其实每一种蕨类喜欢水的程度不一样 那蕨类里面还有分喜欢阳光的植物 这样可以理解吗 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蕨类就生长在一定 非常潮湿阴湿的地方 那有些蕨类像芒奇 它就喜欢生长在很大片的裸露的岩壁上 那个它就不会在森林里面出现 我只是要跟出一点观点 说虽然是喜欢水的东西 但是它里面也有一些品种是会比较喜欢阳光的 好 那我们不多说 那这张图是 这张图是五分三 看一下这个是 那个光线是在哪里 有那个光线的吗 没有没有关系 我用笔的就好了没关系 好 这里是五分三的气象站 那其实我们拍的时候就是 其实这里就是大概是阮东峡谷的部分 就下面 可以了解吗 就是整个我们看过去 因为我们拍不到 那是在高速公路上拍的 所以下面 因为我没有那个航空机 没有空照图 下一张 跑不动 对不起 那个没关系 我用这个 跑不动 好 第一张是晴天拍的 其实要拍到 那个 帮我看一下 好像不动 第二张是晴天拍的 就是整个迷雾 其实很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 云雾 云雾雕雕雕点这样 往下 可以了 谢谢 好 那我们再讲淡南古道 因为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 我们淡南古道有 北路 中路 南路 那哪一条先 大家知道吗 之前上个有讲吗 没有 你觉得如果你是来台湾的移民 你会从哪一条路先走 北中南 哪一条 北 对不对 北嘛 因为北比较偏海边 比较好走 那早期 台湾的山里面有很多原住民 其实会 跟平埔族 其实会 对外来人 比较排斥 所以那时候 大概在走的时候 会从北路先走 那走一走之后 会走 暖暖这里的中路 开始走中路 然后最后的时候 因为觉得绕这么大一圈 每次都要从 这里六张里淡水 不是啊 那个 蒙甲 蒙甲 然后 要绕这么大一圈 大家不想 所以后面就有一条 从石定那边过来的 这一条是最近 所以这最后走出来的路 所以才会有北中南路 在不同时期 那我们 软东旧道就是 软软道十分这一段 是中路 我是要讲一下 它的地理位置是中路 那其实 你们现在会看到很多地方 都标榜说 我是淡南古道 那这个是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从 只有这一条是淡南古道吗 如果真正定义上是只有 北路的这一条 到草岭的这一条 是比较正式的 那这个都是淡南古道 那其实现在很广义的淡南古道是 我家如果在这里 我有一条路通到 这个上面 这算不算淡南古道 现在这样都算 了解吗 好 就是说现在很广义 就是我只要我的路通到 你为什么会通到这个 这个就跟我们现在一样 我们住在各个地方 然后高速公路 我们都要通到高速公路 好 就是往高速公路的通道 好 这个让大家清楚知道一下 好 中路 好 好 那 我们如果是走 只是淡南古道 其实 应该是会只从 淡淡火车站 开始走 走到那个淡东峡谷的路口 可是这一段 因为现在都已经车道了 我们都不想走 因为车道的话 就比较危 没有什么东西看 虽然有人行道 比较没有东西看 所以一般都跳掉 然后一般都是从 软东小谷那个停车上 现在有什么坡 什么村 就是露营的那个 旁边进去 然后才开始走 然后走到哪边 走到那个 领头土地公 这里还有一个老寮坑 这是 这个也是老寮坑遗址 那 好 一般是会这样子 直接走上去 然后这个是 但是终点是那个 领头土地公 那再走下去就是那个 平溪的煤矿博物馆 或是说你可以通到 十分那边的 另外的煤矿博物馆都可以 台湾煤矿博物馆 那中间还有一个老寮坑古道 其实这个都算在里面 那它以前因为是 软染到十分 所以又叫十分古道 会有不同的臣服 就好像我们一个人会有不同的 时代会有不同的绰号 不同的名字 人家会叫你不同的 那其实这条步道走起来真的很舒服 好 大概是这样子 好 这是简介 好 那因为为什么它叫舊道 就是说 这条路可能在刚时候 在建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现在的 南横北横 的alty 这条路可能是有的 就是有一个小路 就是有一个小路 那就是一条路 就是他像我们一样的 那一条路 或者是一条路 就是有那条路 然後在1807年的時候就已經有開始開發了 那更早之前當然會有原住民他們自己走的 所以也大概兩百多年了 這個大概是這樣子 在1770年的時候就有一些 八肚番茄就是一個社在那邊 就是跟他們有一個訂的契約 讓他知道說有人進來這邊開墾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已經有這條路的行程了 然後其實現在到為什麼說終點是在領頭土地公 因為後面的路就看不到 就是以前的路可能都放廢了 就很少人走 所以現在就是另外有開的就不 也就算是現在就是變成說有整支了 這個大家看一下 就是走在這種步道上你看這樣子 那一種感覺 其實經常在這的時候會起大雾 有時候就是說那種雲露飄來的時候本來是很好的天氣 像今天就是雲露飄來就變不好然後又變好天 其實剛才說一年365天有200多天在下雨 其實不是說整天在下雨 是那一天有部分的時間在下雨 所以你經常遇到的天氣就是時好時壞 那這張是給你們感覺說你有沒有看到人 有看到人對不對 還是有看到人 那為什麼零像會這麼的玉壁 因為這邊的水實在是太多了 這植物長得很好很茂盛 如果你一小段時間沒有走 那個植物可能就會把路蓋過去 所以其實你去軟凍小谷的時候 它其實有分三條不同的路線 有一條比較難走的路線 那種比較難的 甚至上去要接哪裡 那個其實你如果不熟真的不要亂走 因為很容易迷失 那也有這種比較好的 這種就是已經我們整理好 可是你看這種整理好了之後 我們再看一條步道 你這樣如果說你們來看的話 你們覺得看到這個現象 你們如果沒有去過這個地方 你們會對這個步道做什麼解讀 很滑 對 感覺很滑 因為覺得很多 青苔有沒有 都長得滿滿的 然後這個也都是長得滿滿的 真的很滑 而且有時候連續一個禮拜都出太陽 還是很滑 為什麼 因為太陽照不到這個地方 是很滑 是很滑 尤其是那個老撩坑步道 那邊真的很滑 如果下過雨之後真的是 要去要做好要很小心 連穿雨鞋都不夠 都會滑倒 這個 這個是下來的部分 就是從領頭土地公下來的部分 你看這個蕨類就很多 你看蕨類都還蠻高大的數據 然後這個大家應該認識吧 郭伯玉 然後上面那個是野童 還有水冬瓜都有 然後你看這個 這個是從那個大清生態農場那邊 往外走的聯絡到 就是要聯絡到暖冬舊島那邊 就是整條路都是 筆桶樹 很誇張的 那你看這個台階這樣子 那種 那這個看上去也是 這個有很多筆桶樹 它就比較開闊 像這個就比較開陽 那這個會不會覺得很茂盛 可是你那個茂盛又是比較 陰暗的不是很亮的那種茂盛 是比較陰濕的那種感覺 這個是水冬瓜水蟲木那一類的 然後就是它 路線圖 奇怪路線圖 沒關係 零頭土地公 這個是在講零頭土地公 會這樣子 就走到你上面會有一個零頭土地公 因為大家都還沒有 部分的人還沒有去過 我們請問一下 我們之後的課程 是什麼時候開始會去走步道 下禮拜16號就會去了 那是一整天還是半天 半天 半天喔 4月16 禮拜六 半天 你們半天 它大概會幾點下課 9點到12點 因為那邊也沒有吃飯的地方 因為我想說你們都沒有去過 我是想要帶你們去一次 就是16號如果下午帶你們去 有人可以嗎 問一下 現在表決一下 16號下午如果1點約在那邊 你們OK嗎 來問一下 1 2 暖冬就到 就是你們結束之後在那邊可以的人 因為我覺得說 因為我都感覺說你們沒有去過 然後我在這邊講 暖冬就到的歷史 好像 隔靴搔陽 你知道 都沒有去過 然後再講這個歷史 我都覺得 還有那個 植物像 我講植物像你們都看圖片 然後沒有看到食物 我還是覺得要看食物還比較好 我問一下 來舉手一下看看幾個人 對 那不然就再換一天好了 我可以再換一天 我之後再來調整一下 好不好 就再問你們 待會下課的時間 我再問一下 他們的課程怎麼安排 那我再調整一下 不然我回去再準備東西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難準備 就是說 所以我才會講這些歷史 還有一些相關環境的東西 那 這個就是說 怎麼 大清農場 安部土地公 一樣 他只是走老寮坑 但是那個 這是王老師要講的 對我知道你的意思 好 王老師 你們有去了 OK 因為每個老師的特點不一樣 所以我要針對講 他可能針對他的東西講 我要針對我的東西講 可能會不一樣 好 那沒關係 因為他那樣子 我知道 因為 所以我這個課應該是排在他後面 當時候沒有注意到 好 那這個是進去之後第一個土地公 就是說你從那個 阮東峽谷走進去之後 然後要到大清農 那個農場之前 會經過 那只是我覺得 他七層紅色我真的很不習慣 好 我七層紅色真的很不習慣 因為這種百年土地公 都是古朴的石頭的顏色 那就只有這一個七層紅色 那紅色可能現在是妙 一種喜慶的感覺 好 可是我覺得說這樣子就沒有那種 古朴的意思了 我就覺得蠻可惜的 好 說我是希望以後可以跟當地溝通一下 溝通是不是可以 回轉到我們剛才那一個就好了 這樣子 有沒有 這樣子是不是好很多 對不對 就不是那一種 雖然說你這樣舊舊的 可是那種感覺 我們才走到那種 兩百年的路上 這樣才有那種感覺 那還有淡蘭宮 其實走過去的時候 你快要走到阮東舊道的那個路口的時候 會有一個淡蘭宮 老寮坑淡蘭宮 那這個就比較 沒那麼早 那還有一個是 你到路口處 有一個 家東處 這個應該是比較後面的 這個 可能當初那時候就有種了 但是這一顆我覺得沒有一百年 好 這例子我們再說好了 好 這就是你們要去下禮拜去老寮坑就會到這邊 好 我說你們那天要走到領頭再下來 也有點趕 好 OK 好 那這個就是最傳統的土地宮廟 比剛才那個石頭搭的領頭土地宮還要更早 好 我這裡有一個來這個地方 然後為什麼我要蓋土地宮 為什麼要蓋土地宮 從三省土地最親近的 跟我們很親近的 可以照顧我們的 那跟台灣 你們知道台灣有多少觀音山嗎 觀音山你們聽過的就好了 台北 巴黎那邊 對不對 觀音山 那還有哪裡有觀音山 高雄大社有一個觀音山 那其實台灣的觀音山說有一百多座 為什麼要那麼多座 因為先民來台灣的時候都是離鄉背景很孤單 那你一個人在這裡孤單 然後又有張立志 那時候來台灣的人死亡 現在殺 現在那個coding night 聽好了 死亡率多少 有沒有10% 沒有對不對 好現在都沒有 現在是清晨所以大家比較不擔心 對不對 那時候來台灣的人是 六死三流一回頭 聽得懂 六死 三流一回頭 致死率達百分之六死 那死的原因當然有很多種 那張立志氣也是 或是在原住民身上都有 所以 那時候來台灣 是一種很惶恐 你看死亡率高達六成 我們那時候去年coding nighting 在疫情再爆發的時候 那時候死亡率也沒有到達10% 大家都已經很緊張了 有沒有 就是那時候會傳染什麼 會緊張 那你看你如果來到一個六成的地方 是不是心情是很惶恐的 所以 他們為什麼要設那麼多土地公 其實土地公很密 為什麼就是因為我在我旁邊 有生命保護我 那觀音山也是 就是跟自己家鄉收集的東西 這樣可以理解嗎 就是說 我要有我理解的東西 所以你會去到很多地方 其實會有一些相同的地名 像四壽山也很多地方 虎山 象山 尤其是象山 更多地方很多都會有象山 我去阿里山 他也說這個是象山 去台北市也有四壽山也有象山 那就是說那個都是說我要跟親民 那為什麼跟神明親親有什麼好處 就是說我可以得到神明的保佑 我在這裡工作 有神明在我旁邊我就會比較好 所以土地公會很多 隔一小段 你看這樣小小一段路 就已經有好幾個土地公 那有些可能又不見了 那這是最早的土地公崇拜 就是說他只是用簡單的石頭搭建起來 裡面放一顆石頭 連寫字都沒有 就是擊敗那顆石頭 就代表那顆石頭是土地公 這樣子 好 然後旁邊的話 就知道領頭旁邊會有那個頂子寮山 旁邊有一個小山頭 大概兩分鐘就可以上去了 你們知道一下就好了 好 那我們要講治安景觀 我們就從最基本的開始 地址開始 地址 這個可能會對你們比較難一點 那其實 為什麼要講 其實你們要只要記得 它是沙岩跟葉岩的附塵 那也有煤礦 所以這裡面會有礦場 其實導尿坑以前也有開礦 有開煤礦 它最早是蟑螂 最早是蟑螂 然後後來種大清 也有清教 然後東四溪的溪水很傳奇 因為有去過人就可以看得到 就是這樣 好 那這個陸式算新開的 這個不是旁邊那個陸式 因為他們為了讓人家走路的時候 因為之前都要塑溪 就是過小溪 射過小溪 但是有時候下雨的時候 那個溪水也很傳奇 好 溪水很傳奇 所以他們後來就開了 然後你看那個大石頭 因為這裡算是溪流的上游 所以大石頭很多 那你如果到溪流的下游 你到出海口 左水溪出海口 哪裡出海口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都是卵石 因為都已經磨過了 都已經磨過了 好 那你看就會大石淫理 這就是他們的河流的樣貌 就是我去的時候拍的 那他們這個是在路口處過了第一個橋之後 如果要往那個 軟洞峽谷的時候 開始走的時候 會有這一塊石頭 好 那其實 就是這個橋 我不知道去過的人有沒有印象 那其實這塊石頭非常的巨大 對不對 那其實在這邊玩水 那軟洞峽谷的部分 這就是軟洞峽谷 它就是因為河流 水很大 落差 沖刷很急 所以就形成峽谷地形 因為它這裡是沙葉岩 那沙葉岩就是比較容易被沖刷掉 它不是火層岩 那步道就在旁邊 可以看到步道的欄杆 其實你們去的時候可以仔細觀察一下 那上面還有一棵榮樹 長了很久好像要掉下來一樣 好像沒有找到照片 那也會沖刷成浮瀉地形 會有浮瀉地形 像這個就是浮瀉 只是你們講的浮瀉可能會更小 其實浮瀉有大小 那其實在那個 軟洞火車站旁邊那個橋 那邊去看就更多 那邊其實待會兒也稍微提到 那這邊因為就是有一些岩層是沉積岩 那是一個小小小的 這次沖刷到水平 很中心坐都在水平 這條水平 這條水平 abajo 但是那妳可以看到這條水平 然後那妳可以看到這條水平 就是對我們來講我們在做自然框材 其實也要自然體驗 其實這裡就是很好的地質體驗的地方 你做體驗的時候就是說我們要安全的措施 就像現在去塑膝要戴鋼頭盔 預寒背心什麼安全的救生背心 還有那個綁繩他們要拉繩什麼 所以其實你只要做好一些安全的措施 就是偶爾發生意外就是注意一下 那其實這裡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地質教育場所說 新生這樣的地質然後讓人家去體驗有這樣的地質 其實沒有多少地方有這種地質 然後剛好是斜度 它這樣可以真的像溜滑梯一樣自然 它只是因為我們有試過在旁邊 我實在是有點危險會撞到 你看就有小朋友會在這邊玩水 就是這樣子 這是比較沒有水的時候 有水的時候會比較多 因為像這是乾水 然後這個是水比較多的時候 那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說你可以把它引流過來 然後讓它整個都是濕的可以做體驗 那我們會看到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石頭 就是有結理 可以理解嗎 一層一層的 因為它是沉積岩 沉積岩就是說殺過來一層 然後不同的時期的殺一層一層 所以它會形成不同的層次 像千層蛋糕一樣 千層蛋糕不是一層一層這樣子嗎 千層派那一種感覺 但是它的層可能是這裡比較密合 這一段時間的比較沒有颱風什麼勞動 所以它這裡比較細 然後這邊可能會比較粗 然後形成不同的 中間會有容易裂開的地方 就好像我們吃千層派 是不是你在弄的時候 是不是它本來就一層一層的地方 是不是很容易撥開 相對比較容易撥開 那有這樣的時候就會 你會看到這邊的石頭 你們去的時候 就下禮拜去的時候 看一下就是會形成自然的90度 這個不是人工的 甚至有些地方會更誇張 你看 階梯 這也不是人為的階梯 這是河流自己衝刷 然後自己裂開的階梯 好 自己裂開的階梯 然後會有很可愛的石頭 你可以先剪開 有很多很小的也會變三角形 圓形的比較少 圓形因為在這邊還是上圓 然後三角形那個都是因為裂開 自然它本來石頭的時候 接力就是這樣子的裂開 然後四四方方的 會有這種石頭這樣子 然後這裡其實是很多人 夏日玩水的地方 因為那邊還蠻安全的 就是水還蠻淺的 可是現在我去看都圍起來 就是大概這個是四五年前拍的 現在這兩三年好像都被圍起來 都不能去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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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